现在开始对摩轮 先拿一个三公分的 二分之一圆的花岗岩板 如果是以前有做剩下来的 已经成过型的二分之一圆的话会更好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有的话直接这样技术来对摩轮 进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石板进来以后 一定先不能撞到这个摩轮 不能撞到它 所以说当时一定要 进板的时候 一定要把摩轮往下降一点 不能让它撞到 摩车吗 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一般这个石板 只要在这个摩轮的中间就可以了 在这个摩轮的中间就可以了 中间以后 我们一定要保定这个石板 在这个二层之一圆的中间 可以从这个位置看 从这个位置就能看得到 一定要保证这个 现实在这个摩轮的中间 这样你磨出来以后 它那个盐 石板那个盐才会盐 它在摩轮是扁的 然后这一个摩轮 这一个摩轮 你如果保证在中间以后 我们就开始对下一个 但是前提是不能撞到它 要让这个可以转 很活动的转 不能撞到它 然后再来对下面这一个 这个摩轮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保证它这个 保证它这个线形 在这个摩轮的中间 在中间 如果没在中间的话 我们就用下面 就是摩轮对应下面的这个把手 这个进退这个把手来调节 来调节这个摩轮的前后进出 用这个来调节 一直调节到 这个石板是在这个摩轮的中间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石板走过来 来对这个曝光轮 来对这个推应这个曝光轮 给我们开出 去先把身体消毒 把手把脖子从外就可以 做了 这次从回头 rozum pras 这次进退 我们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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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不动 轮廓 先把锅盖炒一下 用两个泡粉的骨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对轮也是一样 石板在这个磨轮的一半的位置 这样比较好看 这样的话你从侧面 你从侧面 你不管是用眼睛还是用手机这样看 都能看得很清楚 他这个只要在磨的中间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算最好了 这样就算最好轮子了 到时候直接加压力 往上伸加压力就可以磨了 后面的四个轮子都是一样的 这一轮的方法都是一样的